我是花蓮記者廖威霖 帶您一起散味古道便當 新鮮竹筒蒸出來的糯米飯 加上大餅烤地瓜三明治 外加兩包點心裝滿一整袋 這登山吃的古道便當 份量超滿足 這些步道都非常的深 非常需要爬 非常需要體力 問題是上面沒有Saven 沒有任何賣店 所以他們出去上去吃飯 就很不方便 那我們就想到說 用當地的風味 當地的泰魯閣族 請煮出來研發 古道便當的藥餃 用的可是剛從竹林裡 聚下的新鮮竹子 先簡單清洗後 裝入新鮮糯米 蒸煮一小時後 就成了這香味四溢的竹筒飯 打開竹筒冒出 正正白煙 這包著竹筒的糯米 一口咬下 嘴裡盡視竹子的清香 竹筒吃起來就有一點 像我們這吃那個 香腸外表的那個 那個長衣一樣的那種 可是它口感 如果它口感沒有那麼硬 這樣更容易入口 尤其是在步道裡 走了好幾小時後 吃起來便有一番風味 那個飯粒綿綿綿的 吃起來之後有竹子的香味 原住民早期在山上生活 吃的竹筒飯 現在成了登山客 吃起來滿滿幸福感的 古道便當 不但份量充足 營養又健康 像是這鬆軟大餅 也有屬於它的故事 就是以當地的原住民 當初嫁給這裡的老榮民 老榮民它小吃家鄉味 就做出來的餅 雖然有一點沒有那麼 道地的是北方口味 但是別有一番特別的風味 原住民和老榮民愛情故事 化作了古道便當 最簡單又豐富的滋味 入口留香 也讓人回味無窮